电视剧《不切而知》中 彭冠英饰演的谭生带领的小组 一直在阮智珍身边 就是为了调查一件事 也就是徐游宁拿到的那笔钱 四千万到底在不在阮智珍的手里 现在看来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谭生到底是不是高俊派去的 第九集的时候 高俊明确和方建设说了 他已经派了一组人接近阮智珍 调查徐游宁是否给阮智珍留下了什么对幕后 利益集团不利的东西 到底是谁派高俊去的 其实可以看到 如今围绕着阮智珍的几方势力 已经很明显了 高俊所说的派了一组人去接近阮智珍 那么这些人肯定也已经是出场的人物 那么好 现在阮智珍周围都有哪些人呢 首先就是一直想要吸阮智珍血的许家人了 他们没什么说的 就是单纯的恶人形象 用来制造剧情冲突的 他们和高俊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会是陆阳吗 他可不是什么邱智坚的小弟 表面上听命于邱智坚 实际上他有着自己的目的 多次潜入徐游宁的办公室和家里找寻什么东西 这符合高俊的意图 但问题是不期而至终 真高俊说得很清楚 自己派去的是一组人 他没必要和方建设说谎 因此客观的事实就是 高俊派去的人应该不是陆阳这么个单打独斗的人 而且剧中陆阳还曾经把徐游宁的笔记 放在了方建设的办公室门口 这不像是高俊的风格啊 如果是想敲打方建设 高俊有很多办法呀 没必要搞出这么一招来 同时苏文也是一样的 虽然他存在着反转黑化的可能 但他说他是被高俊指派 以勾音密的身份接近软真真也不太可能 还是那个问题 他没有自己的行动小组 再者当时苏文的公司正在调查井上 高俊怎么可能给苏文下达接近软真真 找寻许宁已误的任务 毕竟井上那边的事情更严重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两方势力了 一方是追债的人以及碰刺二人组 他们都没什么多说的 就是追债势力和高俊没什么直接关系 再说了高俊的格局 他如果想要调查软真真 不会派这样的人去 以为他们除了直接恐吓软真真 其他的什么都办不到 另外一方就是不期而至终 彭冠英饰演的坦深带领的小组了 成员有九哥 小五小七 他们是最符合高俊要求的团队 而且这也解释了 为何坦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冒充高俊 不要忘记了 真高俊是素文通过老爷联系到的 如果说坦深和高俊之间没有合作 彭冠英饰演的坦深是有能力 可以查到有人给阮真真联系到的高俊律师 并且在短时间内了解高俊的一切 进而完成了冒名顶替的计划 可是如果坦深和高俊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 坦深再厉害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根本无法保证 在计划成功前自己不会暴露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是 彭冠英饰演的坦深接济阮真真 调查事件真相的计划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不是欺骗意识忽悠软真真连三天就能完成的事情 这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布局 那么坦深该如何避免自己暴露呢 别忘了 在这期间 老颜随时都有可能和高俊谈及软之争的事情 只要问一次 坦深就直接暴露 换句话说 如果坦深没有可以阻止真高俊暴露自己的方案 坦深的全盘计划就是扯淡 因为你不可能指望着老颜从始至终都没和高俊谈过这件事情 所以个人更倾向于坦深就是高俊派去的 最多是两人没见过面 高俊是找了一家公司 比如高级的私家侦探所之类的 他们派坦深去的 但不管怎么说 高俊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知道有一个假高俊在阮真真身边 当然 不期而至终 彭冠英饰演的坦深带领的小组 应该也不是完全听命于高俊的 因为他们接近阮真真目的很明确 就是查那笔钱四千万的去向 而不是去查许又宁是否留下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比如什么文件 U盘之类的 而高俊显然不在意这笔钱的去向 而是在乎后者 双方的意图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即便从某个角度来看 坦深是听命于高俊的 但是他本质上还是少有的 正心帮助阮真真的人 同时最新剧情中也多少暗示了坦深的职业 很多人猜得他是警察 卧底之类的 可是小气明确说了 公司推得紧 也就是说 坦深所在的公司 可能是高级私家侦探之类的公司 有些人猜得是小气之类的公司 真是小气咬之类的公司 尊重问题 至于小气咬之类的公司 他打死不了